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想跟大家谈一下是关于极简主义的一个话题 那么今天想要谈的主题就是 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尽可能的做到物竞其用呢 物竞其用这个目标是我一直想要努力的一个目标 所以今天呢,就分享几个小的tips 跟大家交流一下意见 那么我觉得你首先你要物竞其用的话 你第一点,就是当你这样东西买进来的时候 就是要好的 如果你当你买进来这样东西 你就已经不怎么喜欢了 何谈物竞其用 因为你如果让你去使用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 其实是挺折磨人的一件事情 你也不可能坚持的很久 所以以前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改变 但是既然你已经开始做极简了 那么希望从你做极简之后 你万一有什么东西你想要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买100%你喜欢的一些东西 其实这个道理其实在另外一个极简博主 那个视频里面也有提到过 就是要买就应该要买自己完完全全喜欢的东西 我这个是我100%赞成的 那么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 当你要,如果你想要物竞其用的话 你首先得要明白 就是如果你的东西太多 你是没有办法做到物竞其用的 因为你肯定今天用这样 明天用这个,后天用这个,再后天用这个 你每,其实中期来说 虽然你是每天都在使用这一类的东西 但是雨露均沾 所以你其实几乎每样东西 你的使用程度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小 那么因为人都是还是会有一个 就是三分钟乐度 有可能不是吧 有可能你是五分钟或者二十分钟 但是用到一定时候 你总归还是会厌烦和厌弃的 所以如果你一次性 因为你对这样东西感兴趣 一次性买太多样东西的话 你反而你每样东西使用的频率比较少 也许过了一年之后 你对这样东西不感兴趣的时候 这五样东西还是新的 那么这样其实也会造成一个浪费 如果你对这样东西感兴趣 你当时只买一样东西的话 那么这样东西 你用一年其实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其实已经有点损坏了 当那个时候如果你觉得 哎呀,我好像对这个东西 已经不是特别感兴趣的时候 基本上这样东西 已经被你用够本了 到时候你 不管你是丢掉还是卖掉 或者有可能到时候就已经坏掉了 你丢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心理负担 其实也算是一种物精其有 这是第二点我想要说的 那么根据这一点衍生出来一点 就是很多时候 往往人在购物的时候啊 都会比较高估自己的消耗素 比如说像我用洗面奶 我用洗面奶的使用量并不是特别大 我一般来说一瓶正常的洗面奶 我都要用三个月 但是当时不知道怎么着的 我就觉得我自己用洗面奶 是一个月一支买一送一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用完一支洗面奶一个月嘛 那我买了三支洗面奶 三个月就能用完了 但是事实上 我一支洗面奶整整用了三个月 所以就三支洗面奶将近得用 九个月甚至到一年 所以可想要之后面两支洗面奶 后面就 就没有了 没有然后了 因为当我用完第一支洗面奶的时候 我就不想再用后面两支洗面奶 因为我买的是一样的洗面奶嘛 所以就不想用了 然后又去换了新的洗面奶 所以那两支 那两支洗面奶等于就已经 就后面我也不知道怎么着了 有可能是扔掉了 或者是怎么 或者就是搬家的时候掉了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大家一定不能高估了自己使用的速度 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这样东西 买一样是用完了再去买 而千万不要一下子买一样两样买三样 就害怕 我到时候万一我用完了没有了怎么办 没有就再买新的咯 或者这个牌子没有 再换另外一个牌子咯 是这个道理吗 总归会有更好的产品等着你的 你千万不要产生的种 好像这样东西没有了 是我的生命就变黑暗了 什么 我没有它就不能活了 类似于 不要给自己这么多备注 注视心理活动 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第二点 衍生出来我想说的 那么第三点 如果你想要把这样东西 物尽其用的话 尽可能的在你使用的过程中 爱惜一些 我说的爱惜 其实不是说 哎呀 动都不能动 或者喷都不能喷这种 就是尽可能的把它弄得干净一点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 我以前是有这样的经历 其实我之前不是一个特别 勤劳 喜欢打扫的人 特别那时候在大学寝室的时候 就是 大家不是有脸盆啊 捅啊什么的吗 当时我有一段时间不使用这个脸盆之后呢 这个脸盆就积灰了 积了灰之后呢 我就不想再去用它了 因为我觉得好脏啊 你知道吗 但是有一天 我的室友帮我把这个脸盆洗干净之后 我突然之间就对他的喜爱程度又恢复了以前 我觉得哇 原来这个脸盆洗完之后还是像新的一样 然后更就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又激发了我 开始使用非常勤的使用那个脸盆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往往没有办法坚持使用 是因为那样东西我们用的时候用了太脏了 太恶心了 然后导致我们不想再去用这样东西了 如果你能把这样东西擦干净 能够保持 或者说我们能够保持它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 其实能够延长我们对这样东西喜爱的一个程度 所以尽可能不管是沐浴露也好 洗面奶也好 还有什么东西 包括我想说就是比如沐浴露啊什么的 肥皂啊什么的 尽可能把肥皂盒啊洗洗干净 尽可能的把沐浴露那个瓶子洗洗干净 因为这样也能够延长对自己对这样东西喜爱 包括比如护肤品化妆品尽可能的擦它擦一擦 弄得干净一点 锅子啊什么的尽可能的能够把它洗干净 其实这样的话其实都能够延长 我们对这个东西的喜爱的程度从而能够延长使用的程度 这是第三个我想说的 那么第四个我想说的就是 如果你想要增加就是它物尽其用的这个 这个时间的话 你就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坚持使用它 就是很多人呢 刚刚买回来的时候呢特别喜欢 然后用了一阵子之后呢 风头过了之后呢就把它收起来就不用了 其实你说这样东西好不好对自己好不好 好的 但是呢你就是因为犯了懒癌就不想用 比如说美容仪啊 比如说加湿器啊 比如说甚至比如说吸尘器 有些人买了吸尘器之后 犯懒癌然后不愿意吸 然后就把它放在那边 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装饰品 就包括一些护肤品啊 比如说一些刮沙板啊 其实都是对自己身体挺好的 你坚持使用是对自己身体好的 但是就是因为自己懒惰 然后导致这样东西就放着不用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 其实也许过一段时间 你就忘记这样东西了 然后它就变脏了 然后你就把它给丢掉了 然后你就觉得自己浪费钱 所以坚持使用 保养干净 坚持使用 其实都是能够让这样东西 能够更加好的为你服务 更加好的能够让这样东西 物尽其用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是我想说的第四点应该是 那么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 怎么样能够让这样东西物尽其用 其实最好的方法 我一直都觉得 如果你是这样说有很像传销 但是的确是 自从我开始极建主义之后 我发觉我对物品的物尽其用的概率越来越大 因为你知道当你东西特别多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用用这个摸摸那个 其实反而就会分心 反而就没有办法做到物尽其用 但自从开始极建之后了 之后东西变少了 你就相对来说更加能够专一一些 然后就盯着一样东西使用 其实从这个方面来说 其实你已经是能够做到物尽其用了 而且还有一个就要配合 就是no buy 就是尽可能的 就是如果你已经有这样东西了 尽可能就不要再去买新的东西了 因为这样东西又没有坏掉 如果你能够使用的话 就不要再去买新的了 或者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买新的 我可以两样一起使用啊 但是一般来说不太现实 一般来说当你买了一样新的之后 你就会把大概80%注意力放在新的身上 你这个旧的东西 其实很多时候你就已经不会再用了 所以在你买新的时候 新的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要问自己 是不是家里还有这样东西 类似的东西 如果有类似的东西 就千万不要买新的东西 因为一旦买了新的东西 旧的东西就不会再用了 那么好了 那这个就是我想分享的 关于物竞其用的几个方法和几个建议 那么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或者大家其实已经很早就能够 就已经知道这几个道理了 但是只是说 我在这边分享只是 就是画重点 就是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意识到 物竞其用 其实对 不管是对自己的生活也好 包括对自己的钱包也好 都是非常的好的 我自己没有 也是 其实要做到物竞其用 还是比较难的 但是还是要尽可能的做到 还有点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千万 特别是你想买衣服啊买什么 千万不能高估它的损耗速度 就像我这件穿的这件毛衣 这件毛衣其实应该是算是毛衣吧 也不是质量特别好的 就是那种高阶品牌 这件毛衣是我2015年买的 现在已经2019年了 我已经穿了三年多了 反正到今天为止 它还是可以继续穿的 你说它穿在身上难看吗 也不难看 是不是 所以说 很多时候就是 很多东西 其实没有你想象中 那么难以难坏掉的 所以更可能的 更要你要注意一点 就是买的时候 一定要买自己喜欢的 因为你个买一个自己不喜欢的 三五年都坏不掉 那也是挺郁闷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 所以好了 那我想要唠叨的就唠叨这边就说完了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